打贷看您的度假扮演机器 总播放动机后面 这一次的想法 感谢剧组一起来到今天金马银展 然后进行这次的世界首颖会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我愿意谢谢 祝你幸福了 来 欢迎本身老师 谢谢大家给新手导演一次机会 谢谢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戏 可以让所有正在相信什么的人 停下来想一想 然后还找不到相信什么的人 可以开始寻找 那我觉得多一些思考 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真正值得相信 而且永远相信的事物 可以看到在一二集呈现里面 我们不断地呈现的是 大家在生活上面临到的问题 它可能存在在你我身边 甚至正在发生在你的身上 所以当心灵匮乏或是 就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或是某种东西入心里最好的时候 对 概念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Be the truth, be the truth 角色挑战真的是 刚看完我真的觉得 哇我不知道我这个挑战 到底有没有成功 每一出戏最后都是要跟观众 一起来结合 也希望可以有一些东西 可以真的 大家会觉得这出戏的味道 特别不一样 都达到大家 我觉得信仰很 很tricky 因为我去上过一个课 当我在听每个人的故事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惊讶 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 血淋淋活生生的故事 常常我们听到的是 家家有个难念的情 好像是一个老话一样 但是事实上 我相信即便是在座 参与现场与会的人 你们家里也都会有一个 我们不为外人知道的一个痛苦 那这部戏里面就是 我觉得洛宇老师跟导演 一起把最邪灵的那一面呈现出来 然后有本身老师来接住 每一个需要信仰的人 那我就是被接触的人 对不对 然后 我觉得被接触是幸福的 常常我们在黑暗当中 想要找寻灯塔的时候 却看不到半点光 那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刻 但是当有这样的 一个动力会 一个人出来的时候 也许就像福墓一样 我们想要今天抓住 那我们就会胜陷在其中 虽然前两年 有些人还没有跟上船 有些人还在寻找 我到底要不要上船 那这就是信仰的意义 这部戏我觉得真的 后座力真的太差了 我刚刚看到 然后我就是过世之后 我看到木齐的样子 我真的很想哭 我真的很想哭 因为真的 我会真只有站住上来 气氛很重 我觉得因为洛英老师 写了这个作品 太长了 太长到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紧张 因为如果我太强 我跟木齐之间的 就是感情没有培养好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表演 因为我又没有时间 就是跟你一起 就是怎么培养默契 有啦 有啦 就是他让我最感动的事情是 我一直 其实有不断在讲就是 虽然我们时间很短 但是他花工作之外的时间 到片场陪我 好像就是担任真正的经纪人的这个角色 然后甚至是在茶余饭后的时候 关心我说 你今天怎么样 即便那真的不是他的工作范畴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 演员之间让人感动的地方 其实我们知道 这么短的时间内 如果不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 这部戏是没有办法拍下去的 然后除了我对演员这个角色 我想要做到的程度之外 我也曾经跟洛英老师合作过 如果我在心里偷偷的发 如果我再接到洛英老师的戏的话 我一定要非常地用力地 非常投入地 投入地在这部戏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可以遇到这么棒的团队 我们在拍的当中 一定都会有磕磕碰碰 一定都会有矛盾的时候 但是这个都是养分 我清楚地感受到 每一天我们都在发出 新的枝丫 这是我最兴奋的地方 有的时候你在贫磕的土壤里面 碰撞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很开心 我很荣幸在这个团队里面 是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养分 进到这个剧组 我们可以拍出这样的东西 很难 尤其是从西那一段 所以你们看到的并不是你们看到的 真的就像里面说的 你看到的不是你看到的 不是这么简单 你们看到就0.1秒 0.2秒 甚至我做爱的那一场 老娘倒了一天 谢谢你们这么支持 支持 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继续还要再努力 我们台湾一定可以 已经有这样的作品出来 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拍摸 这部戏真的不容易 这个成果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很感动 因为它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 其实都做出了功课 我们在讲的是 真的很贴近我们生活 那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个共鸣在 我也是真的去做了功课之后 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 真的离我们非常的近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听到各观众 每一个人的声音 那也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 最困难的部分 其实在决定要拍这部戏 这个故事 这里面演的戏份 其实很多 我们需要勇气 每个人都需要勇气 所有的演员 因为他把最真实的那一面交给了我们 里面有很多很多 是必须要赤裸的 把自己掏出来之后 才会发现 才会去体验到这里面的一些状态 那真的很感谢他们 他们这么相信我们 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 志宜哥跟洛岛 其实真的有勇气 就是用电影的规格来拍这个影集 那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剧组 有我们台湾能有更多的剧组 能拍出这样的 迈向国际的影集 我做了很多年的填调 然后我发现要吸引别人的教主呢 他的眼神非常的重要 有时候当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就吸引了你 那我是特意让安排这个教主 当他要去布道 他要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他就会带假睫毛 那他的眼睛看起来更有魅力 那而这是才自于真实的案例 我觉得可能是有带假睫毛 因为我眼睛比较小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带假睫毛 看起来眼睛比较大一点 对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可能这是因为剧本吧 剧本它就是写了很多 就是 写了很多我觉得很深的东西 所以前期的时候其实 剧组他们还有老师这边 都给我很多纪录片 然后还有书 那我就是不断去看纪录片 去看那些真实生活里面的教主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还有我上了非常多的才艺班 在往后的 每一集都会看到 有非常多 非常多舞蹈啊 然后我还请了这个老师搭鼓 对 然后 跳Tango 对 还有跳Tango 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画画 说出来多一点教主 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可能你听起来 不会觉得那么舒服 就是说 不太像过去我们看惊悚鞭 等等等等等等 等 要来吓你或什么 反而是更多的酝酿 或者是说 希望你可以拉远一点距离 来看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个音乐 每一集它都有不同的风格 有很多新的变化 第一集比较特别 一二集当中 我们其实用了两首独立乐团的歌 台湾的独立乐团 那我就先卖个关子 就是大家可以去网路上找找看 就是他们的音乐 台湾真的有非常多很好的音乐创作人 这是我自己一直希望说 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多找一些我们台湾的创作人一起合作 作音老师的剧本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的支线非常多 那我们看到这两集 其实光是要交代这些支线 其实就花一点时间 那我跟Disparity在做音乐的时候 其实要 一定把这些处理好 不能让音乐整个乱掉 虽然现在其实影集的音乐量 量体会比较大 但是要让它很有系统的去发展 对对对 去铺陈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花时间的工作 近期内会有消息 尽情期待 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然后 那我今天在 我在附加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所谓的一加二集 其实在正式播出版里面 会有其他东西存在 所以 你们值得再继续在 继续刷起来刷好几秒 我好喜欢那个特写 就是在说故事 即便不说话安静在那边 我都觉得他在告诉我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哇 居然排出来了 谢谢各位创作者带来那么精彩的演出 谢谢 小营销我怕 我那个 杨玲冯玲的粉丝 一定会知道他的歌手怎么样 他 完全不是像 那个里面的那个木槽 那样 请大家放心 真的非常好 其实你不用帮我那个 我真的曾经这样子 他真的很棒的艺人 真的很棒 真的 谢谢你 继续讲继续讲 没有了 是的 你是没有想要 是有什么 我没有想要 是有什么 是有什么 没有 我会不会想要 我会不会想到 有什么